本届的上海车展 MPV成为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高端系列的雷克萨斯LM以外 我们的国产车也有着不错的发展 比如来自广汽传奇的E9就迎来了正式曝光 新车共计三个版本 分别是E9 Pro E9 Max以及E9宗师版 售价分别为33万 37万 以及39万 不仅拥有着超高颜值 所搭载的2.0T组成的插混系统 更是新车的亮点 目前这款车已经全面开启预售 作为M系列的初纯电版本 外观和内饰的元素 还是存在比较多的相似点 但总体来讲 E9的外观要更前卫 未来感更强 我们先看它的前脸 中网采用了一种近似于开放式的布局 所采用的多条横杠式的装饰带上 还加入了斑点式的设计 细腻程度上丝毫已经远超同级别 而在两侧扇形的设计 也使得车头看起来更加立体 特别是与上方的贯穿式的大灯形成关联 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它的力量感 整个侧面还是我们熟悉的布局 传奇E9的长宽高分别为 5193、1893、1823毫米 轴距为3070毫米 与棕石板几乎没有差别 颜色上将采用刃影白、典雅黑、电藏金和锦衣子 共计四种颜色可选 整个瘦重面也变得更高 细节上E9采用了一种无界的设计风格 即便我们看到有线条的设计 也只是换装成了渐进式布局 以往那种锋利感已经成为了历史 除了主副驾驶以外 这款车还配备了隐私玻璃 这样车顶也形成了悬浮式的效果 尾部就比较常规了 贯穿式尾灯组看起来也是大气十足 而且整体造型比较方正 内饰上就以图中的这款车为例 采用了黑色两种颜色组成 白色主要集中在座椅位置 而黑色也分为纯黑以及灰色两种色系 其中车顶采用了丝绒面料组成 灰黑色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高大着 而中控区以及车门内衬为更通透的金属黑 操控区与棕石板也保持了一致 三幅式方向盘和大尺寸中控屏 也都是常规操作 而为了营造出人性化的一面 该车还拥有歌剧电堂及云山珠水 两种内饰风格可选 用料上也选用了半本暗面料 还拥有无风感空调 吸顶电视以及后风窗气囊等配置 整个豪华感也瞬间拉满 动力上通过命名就能够知道 这款车将采用混动系统 它所搭载的是完全自研的 2.0TM混动专用发动机和电动机 具备广汽独有的RAT平行轴串 并联混动模式 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0千瓦 最大扭矩为330牛米 而电动机最大功率为134千瓦 最大扭矩为300牛米 纯电续航里程为106公里 为了能营造出更好的舒适度 旗舰版的E9部分车型 还将配备SDC电磁悬架 目前新车已经全面开始预售 33万的售价能成为黑马吗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